因为我平时生活中接触的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 然后周周是我认识的 应该是为数很少的比我年纪小的人 所以他会给我一种很想保护 然后很想爱护 很想跟他的感觉 然后因为我要增进感情 然后我跟顾海也就是锦鱼 我们一直是睡一张床上的 所以说见到周周呢还是比较热情 我见到黄锦鱼的第一印象呢 就是觉得他挺man的 黄锦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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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锦鱼你去哪儿 那我们来 周周 换衣服 周周 换衣服 周周你去哪儿 周周 周周周你干嘛去 黄锦鱼呢 出来 这一块蛋糕是我那个 留给我们热门锦鱼的 看黄锦鱼帅不帅 我说黄锦鱼 黄锦鱼 黄锦鱼 早上起来黄锦鱼一个大手 我先看黄锦鱼 那张照片呢 我第一眼前看到黄锦鱼 黄锦鱼是一个老大爷的形象 黄锦鱼 我觉得黄锦鱼 其实估计 哪儿都不想 提问黄锦鱼和许卫洲 就想听鲸鱼周周一起说 改革村风 催进门 提问许卫洲 周周最想去旅游的国家 是哪里 提问许卫洲 请问那条红围巾的下落 提问黄锦鱼和许卫洲 我第一次见到黄锦鱼 觉得他特别面特别帅气 我第一次见到周周 他的感觉是比较热情 然后长得美 开啾啾 开啾啾 啾啾 啾啾 把学生给紧丢了 把你给走开了 把他要挡 多多继续关注 然后陪我们 走过一个又一个春秋